2023年度第二期消费券派发消息,财政司司长陈谋波,联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,财经事务及库务局,首席助理秘书长庄国民,今日,29日,下午举行记者会,公布2023年第二期消费券计划详程。 第二期消费券将于7月16日,向现有登记人,发放全额2000元,或半额1000元消费券,至于新合资格登记人,将于7月16日,及10月16日分两次获发,若希望转用支付平台,可于6月5日至27日登记。 陈谋波表示,第二期将有130亿元消费力注入市场,希望复苏进程中,进一步巩固复苏动力,又指暑假有一系列开心香港活动,包括美食、圆农市场等,希望大家一起开心消费。 陈谋波表示,已收取第一期消费券的人士,将会在原本支付工具中,获发第二期消费券,而有意转换支付工具者,需在6月5日至27日,办理手续,而包括今日或之前满18岁为永久居民。 不同入境计划入港的人士,也需要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登记,只用支付宝香港,Tap & Go拍照,WeChat Pay香港,Borg Pay及Pay from HSBC,收取第一期消费券的市民,会在7月16日派发第二期消费券。 有效期至2月29日,移民者是否可以领取消费券,需符合四条件判断,财富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张国民旨,消费券资格准则包括, 1. 没有永久离开,或意图永久离开香港,考虑因素包括是否在没有特定原因下,在过去36个月,一直不在香港, 2. 曾否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为由,提交有效申请,以在65岁前,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职业退休计划的利益, 3. 是否持有本地签法的,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,4. 是否无意在可见未来返回香港, 张国民表示,需要登记的市民,建议提供一个有SMS功能的电话号码, 以便获知派发,强调消费券只可用作于本地消费,被问到是否最后一次派消费券, 陈茂波指每次消费券涉及金额不少,虽一定财政开支,过往都是因为经济差, 而现时全面通关,市面恢复暢黄,派发今次消费券,是因为外围环境很多变数, 例如出口数字仍在跌,往后的视环要看社会情况,总的来看,消费券很难成为行常计划, 陈茂波指,过往出现小量套现个案,涉及80间公司,警方拘捕5个人, 至于会否以数码港元发放消费券,陈茂波指,今次来不及, 日后政府计划会考虑使用,以推动发展,但今次主要目的, 自广泛推动电子支付,形容今年消费券大额交易较少, 相信小商户较多受惠,他指今年电子支付平台,新登记用户超过1000万, 十多万商户接受电子支付,八达通公司在消费券内, 减免商户费用,其他平台也应成不赚钱,收入以不同方式返还级用户, 当被问及有多少人申请消费券时被DQ。 陈茂波指,去年消费券计划中,政府向24万人发出短讯, 通知其提取MPF后,将不获发消费券,市民可选择福检, 而有17万成功福检,比如告诉政府,已返回香港工作生活, 至于今年会否DQ,主要参考去年6月,到目前领取MPF的情况, 相信数目会大幅减少。